一场威力巨大的风暴系统正持续在美国中南部地区肆虐 已造成数十人死亡 上千万人受到影响 来看报道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报道 该风暴系统自27号在阿肯色州形成后 给中南部各州及东北五大湖区域等 将近三分之一的国土面积带来了龙卷风灾害 美国国家气象中心今日发布警告称 该风暴系统仍在持续 还将有更猛烈的风暴来袭 据估计或影响7000万居民的日常生活 目前风暴已造成35人遇难 受灾最严重的阿肯色州 阿拉巴马州和密西西比州 分别有14人 6人和4人受到龙卷风袭击而丧生 这场风暴以每小时264到320公里的速度前进 将成为美国今年来最强烈的风暴之一 龙卷风所到之处 房屋倒塌 煤气泄漏 电力中断 许多军民被迫躲到地下室或干脆离开房屋 寻找安全的场所避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